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人青茶博士的易慧文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茶是烏龍的一種 是潮州茶 就是鳳凰丹蟲 近期鳳凰丹蟲是比較多喝的茶 鳳凰丹蟲通常說烏龍茶 通常是福建的烏龍茶 但很少說到福建旁邊的潮州這個地方 潮州這個地方有一個鳳凰山 鳳凰山裡有一棵很出名的茶樹 這就是單蟲 單蟲意思就是一棵 這個烏龍茶是潮州出產的 如果有機會到潮州的話 因為潮州人家家戶戶都泡茶 泡這隻潮州茶 以前潮州人的功夫茶 通常是梅宜山的岩茶 後來去到安啟的鐵觀音 現在就變回了自己的茶 真的是自己的潮州茶 鳳凰山的單蟲茶 帶有甚麼味道呢 味道很多有花香 但有些是蜜糖香的味道 這種是特別的東西 通常我們泡鳳凰丹蟲的話 通常用扁平的壺來沖泡 這個壺的扁平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這道茶是調索型的 才能夠發揮到這道茶的感覺 同樣我們要先把壺的溫度提升 細細一下 這道茶的溫度大概是中溫 大概是90度到95度的水溫的重量 這道茶通常我們會加多少少分量 我們會加多少少 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它的調索是比較鬆的 所以我們加的茶量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同樣一件事 潮州茶當然比較著重濃 要濃香 大家有機會去喝茶的話 它通常帶有花蜜的味道 我們通常用水溫度的水溫度 用水溫度的水溫度 從外向內 慢慢 炮蚱就不要心急 一定要慢慢慢慢沖泡 好 而這個茶是現在的潮州人喜歡喝的 因為第一,潮州人喜歡支持自己的產品 所以正宗的潮州茶應該叫做鳳凰丹蟲 這個分杯可以進入公道杯 也可以直接分杯 如果你分杯的話 你可以分得更均勻 現在我們用公道杯 這個公道杯 或者茶海的公道杯 因為所有茶在前面倒的時候 是永遠是淡的 後面是濃的 如果你分杯有鹹 很多時候分得不均勻 但如果你先倒入茶海裡面 然後再分杯的話 杯杯的濃度就一樣 當然 你說我不喜歡 特別是潮州人說 我直接喜歡分出來可以嗎 可以 我會選擇方法 通常倒的時候 這個是三分一杯 三分二杯 三分三杯 三分二 三分一 杯一杯濃度一樣 這個茶就是一個 潮州的正宗烏龍茶 鳳凰丹蟲 同樣一樣 我們是要慢慢品嘗 聞它的香氣 有很濃郁的蜜糖那種香氣 喝的時候 有時候喝潮州人喝也很有趣 喝茶的時候 就出聲 這個是潮州人表示尊敬 你可以在潮州人面前 你不怕 就像日本人吃麵一樣 要喝一口才表示尊敬 然後 少許的蛋就倒進茶海裡 這個才是正宗 這種品飲方式 都是跟平茶品飲方式一樣 碎了 坦白說 有機會碎了之後 用鼻子敷氣 味道更加放大 更加能夠看到茶的特色 好了 今天所介紹的是 潮州的鳳凰丹蟲 下次再和大家介紹 另一種更好喝的中國茶 在日本的民眾 每一天都要喝的 一家中文 在日本的民眾